究竟缺不缺你们的便秘 究竟和缺乏膳食纤维 有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测试 帮助大家来理解 来 我先说一下规则 待一会儿呢 我们会出九种食物 你们通过两秒钟的判断 看看这个食物 富含的膳食纤维 到底是属于高还是低 然后快速给出答案 来 韩非 先来做一个榜样 测试开始 高 你中间没说那个 就算错了一道题 因为你没有跟上速度 每个食物只给两秒钟的时间 所以大概知道 这个是怎么来进行的 来 下一条 维林 来 三 二 一 高 高 低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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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到了刘阿姨了 我们掌声先给刘阿姨鼓励一下来 阿姨要加油 加油 开始 高 高 低 高 高 高 低 好 来 接下来呢 是Y 测试开始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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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高 低 高 好 那刚刚四位测试的结果 究竟如何呢 他们究竟答对了哪些食物 好紧张 谁答对的食物又是最多的呢 好紧张 好紧张 来 我们马上公布结果 结果是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最后一名的韩飞 你究竟答错了哪些食物 好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绿色矿的食物是膳食纤维含量高的 红色矿的食物是膳食纤维含量低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一目了然了 何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 韩飞答题吧 哪个嚼不烂就膳食纤维高 哪个好嚼就膳食纤维高 对对对 是这样的吗 难教难消化就是膳食纤维高 对对对 你看这个黄豆吧 其实黄豆的膳食纤维含量极高 百分之十几 所以说它是非常高的 别看黄豆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但是做成豆腐以后不高 为什么膳食纤维都上哪去了 豆渣里边了 所以说你要吃豆食品的话 就是豆类黄豆比较高 其实西红柿你说高 它不高 它膳食纤维含量只有0.5% 就一百克西红柿里边 才0.5克膳食纤维 还有个丝瓜 丝瓜你认为很高是吧 实际上丝瓜的膳食纤维含量 并不是太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多人认为这个烤芙 吃起来有点 不是那么很粗糙 就以为它膳食纤维含量高 实际上烤芙它是面筋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高 好我们再来看苹果 苹果我们通常意义上 会认为它膳食纤维含量不高 因为它觉得很脆是吧 实际上苹果里面有两大块 一个它皮里面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它是果胶 可溶性的散热纤维 还有这个杏仁 大家可能很纠结 说杏仁吃起来 也没有什么粗纤维的感觉 很细腻是吧 很好吃是吧 其实杏仁的散热纤维含量 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种就是叫拔弹幕 那种果仁比这个还高 有没有书的心服口服 我服 不是口服 是服 我真的服了 因为确实是破解了我很多的误解 是吧 尤其是豆腐跟 你看跟黄豆 我刚好想反了 刚好给它想反了 所以说就吃它原来的那个状态 更好一些 黄豆 还有丝瓜 我原以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高的 结果它是低的 这确实和我们以前的认知不太一样 来 接下来我们看看 维林究竟答对了哪些食物 蒙对了哪些呢 我蒙对了六个 蒙得不一样 你基本上都蒙对了 真的耶 你蒙错了仨 所以核桃跟刚刚那个杏仁 应该是一个概念 就是坚果类的膳食纤维都高 对 坚果类的很多的膳食纤维含量 包括瓜子的膳食纤维含量也高 我觉得特别要表扬一下维林 你看他把毛豆答对了 因为我爱吃毛豆 对 毛豆的膳食纤维 它是黄豆的青年时代 它的膳食纤维达到4% 就4%的膳食纤维含量已经很高了 那么它晒干以后因为水分没有了 所以它能达到百分之十几 那都是豆 那绿豆芽是怎么就低呢 绿豆芽呢 因为它都是水分为主 饭层单位重量的话 它膳食纤维含量其实是不高的 那80%以上可能都是水 所以它又不高了 我们再来看维林 你这个错的不应该 黑芝麻的膳食纤维含量有19% 好高啊 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还有人家会认为冬瓜会很高 其实冬瓜的膳食纤维含量真的很低 就百分之零点几 黄瓜膳食纤维低啊 不高 对 百分之零点五 实际上黄瓜 很多的瓜 冬瓜 黄瓜 还有一些水分含量高的 膳食纤维含量它不高 因为它水分为主 所以就不高了 包括这个豆芽也是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刘萌阿姨答对了 哪些食物呢 蜗笋 怎么会 笋类不是超高吗 蜗笋类 拜托那个皮伤跟那个芹菜一样啊 蜗笋其实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低的 我们不要认为 认为它是根基内的就跟土豆一样 它还是水分比较高 是吧 它跟那个芹菜不一样 芹菜的膳食纤维很高 但是蜗菊的膳食纤维呢 它没有那么高 但是没想到土豆居然是膳食纤维 对 土豆是 好像高的呀 它是根基内的 很多的根基 包括你吃的芹菜 它是比较高 黄花菜也算是高的呀 对 黄花菜呢 因为它的水分很低 它晒干以后呢 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 其实是非常高的 还有猕猴桃啊 猕猴桃在水果里面 算是比较高的膳食纤维含量 你看尤其它中心这个 其实它很多的纤维在里面 你们吃猕猴桃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中间这一块扔掉哦 是补三式行为比较好的 基本上我们把它含量 在1%以上都说的是比较高的 如果是1%以下就比较低一点 像这种基本上都能达到 2%以上 我们最后看看 王阿姨答对了哪些食物呢 来 生菜 葡萄 杏仁都答错了 对 你看 有麦菜和生菜 其实都是属于绿叶蔬菜 好多认为这个绿叶蔬菜 就应该非常高 实际上从你食物量来说呢 它可能吃进去比较多 但是从单位的重量来说 它含量不高 为什么 因为油麦菜也好 生菜也好 它的水分含量太高了 所以到单位重量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低 如果你把它的水分脱掉 它还是挺高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摩鱼 大家知道吗 这个摩鱼啊 它的散热纤维的含量 尤其是制成成品以后啊 可以达到80%以上 天哪 对 它就是散热纤维 是别人的四五倍 它基本上就是散热纤维为主 还有这个新鲜大枣里边的 散热纤维含量很高 那都是水果 葡萄怎么是低的呀 你说这个大枣和葡萄 谁的水分多 葡萄汪套啊 对 所以它因为是水分的关系 所以说那它水分高 它散热纤维相对 它就会比较低 其实呢 我们可以给它归一个大类 看哪一类食物里面的 散热纤维含量比较高 就可以指导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怎么挑选 适合自己的 自己又爱吃的 然后散热纤维又含量比较高的 这是大种类的一个排序 大家看到没有 排第一的我们可以说菌枣类 那第二呢就是谷物啊 这个谷物呢 尤其是一些什么 粗粮杂粮类 还有一些大豆类 还有根筋类 然后排的比较厚一点的呢 是果酥类 但是这个也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不同的果酥 它的散热纤维含量 也是不一样的